母亲的预言变成了事实 从前和母亲针锋相对的女儿 这次也灭了气焰 母亲认为女儿第一次的婚姻失败 是由于女儿年轻不懂事 没有听从自己的劝说 或许女儿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所以在第二段婚姻的时候 多少也听了母亲的一些意见 但却依旧离婚了 这次的失败在母亲眼里又是怎么造成的呢 她第二个朋友是什么情况啊 咱们上班的时候 而且这孩子面相也挺厚道的 以为她就是特别喜欢的 以为这个男的 他一见面 反正就是这男的胖 人一胖可能给人就是特别老实厚道那种感觉 工作也特别稳的 人也没结过混 我就跟她面子 我说我们孩子什么情况你知道吗 她说我知道 而且我看她的条件好在哪 她父亲也没了 没了十多年 她妈妈呀照顾她奶奶 而且一夜姑姑们这些关系都特别好 她爸有病的时候也都回来互相来照顾 现在这种那么和谐的家庭 真太少和不好找 家也都是特别善良的 也特别善良 我也上她家看过 我也曾经去调查这孩子 你还去单位调查了 我问嘛 调查结果也还行是吧 确实是本人说的都是完全都是属实 一点家话都没有 而且也挺优秀的 我觉得还挺好 领导对她印象挺好的 你女儿交了这么个男朋友 这回心里都太多了 最后我特别高兴 经济条件一般 我跟她妈单独谈过 我说不邀请你加经济条件好不好 我说我去找一个好姑娘 只要能把我们孩子 俩人好好过日子 是不难吗 我也给你添补点 也都做老人的 是不 这次发自内心的高兴 特别高兴 确实特别高兴 而且这男孩子 说两个结婚之间 离我们孩子看房间 回来说没钱了 我都没说什么 我妈咋急了 不接了 你不骗我吗 我就说人家没有这条件 咱也别逼人家 你没房子 这个没关系 那就是你也看好 你女儿跟她也相处得挺好 挺好 对我们孩子特别好 在一块有两年 反正那男孩子 这确实就是白衣白衣 我说什么是 他们就提说要结婚 这次他们结婚的时候 你有帮助他们吗 这次结婚 因为我在跟你们 有几套房 我又拿出来一套 学贝房 是两居室的 这次又拿了 另外一套 另外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完以后 整个连装修 连买东西 都是我 没让他们家 套一份钱 她妈跟我说了 就给我们孩子 给了不到十万块钱的 拼你钱 所有的事都是我办的 您当时说除了给了一套房子之外 给了一辆车 给我 女儿买一辆高尔夫六代 花了二十万吧 买的 哎呦 加上装修买家具 加上我办事这些个事 花了不到四十万吧 我特别高兴 您说呢 能力 我女儿特别高兴 也走正常的生活了 我要钱有什么用啊 我就借点钱 全套给女儿您都愿意 我都愿意 我是这么想的 母亲这次对女儿的第二任丈夫非常满意 也正是由于这次婚姻 母女俩的关系得到了改善 女儿本想着几个月后要孩子 母亲也给女儿准备了各种营养品 但女儿的一个电话 让母亲起了疑心 事情再次出现了转折 我们孩子就说 妈妈她给我办工作需要几万块钱 我说行啊 我说我跟你问问 我们家有个亲戚 给他们家还办过就这个工作 我说问问 那后来呢 后来我女儿回来时就跟我说 那时候才说 才开始说实话 我们孩子 她说我工作不办了 你不要准备钱了 我说为什么呢 找我要钱 要钱等于我那个卡 刚出完钱就找我要钱 然后我就给她朋友打电话 我说你们那个工作搬着了吗 让人他们朋友告诉我 我们可不办了 让她把钱退给我 我们这日还知道不必接着 我对方的经验比较多啊